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爱恋的 关于亲情的 欢迎搭乘张曼娟的幸福号列车 列车长张曼娟和您一同分享幸福的时刻 在廉价期间有没有到处出去走走玩玩呢 有没有为自己添购新装 让自己漂漂亮亮的迎接新的季节呢 你所搭乘的是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叶艾琳所演唱的 《漂亮一下》 没有人比我更自由 没有人比我更自由 少年的气氛 没有人比我更上眼 甩掉忧郁 拔掉忧郁 抛开压力 没有唠叨 手来挂躁 为了让自己看了眼高兴 漂亮一下又何方 爱情的梦想 爱情的梦想 没有人比我更长久 爱情的梦想 相逢的时刻 没有人比我更长久 享受生活 享受生活 享受自己 享受自己 散发热情 散发美丽 为了要拥有更多的回忆 漂亮一下又何方 爱情的梦想 年轻的梦想 没有人比我更长久 没有人比我更上眼 甩掉忧郁 抛开压力 没有唠叨 手来挂躁 为了让自己看了眼高兴 漂亮一下又何方 爱情的梦想 没有人比我更长久 相逢的时刻 没有人比我 能把握 享受生活 享受自己 散发热情 散发美丽 哇 我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旋律一响起的时候就觉得 好像有某一些往日的时光 又回来了呢 在年假期间呢 我跟朋友一块去了 一趟韩国的旅行啊 那我们去到的地方 其实在天亮之前 跟天黑以后 它的温度都很低 差不多都是摄氏 10度以下的低温 但是奇妙的事情就是 在那个低温的情况下呢 我反而把自己照顾挺好的 等到结束了假期 回到台湾之后 我就觉得台湾的天气 真的是太离奇了 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很热 又穿上短袖的衣服 一阵风吹过来呢 你真的会打寒颤的 晚上睡觉就更忙了 我就只不过是盖了一个薄被而已 盖着的时候呢 一睡着就觉得好热 就把那个薄被呢 给推到一边 但过不了多久 又觉得寒帽都起来 又把它给抢回来 整个晚上累得不得了 在床上一会翻过来 一会翻过去 一下盖被子 一下把被子拿开 就这样 两天之后 我本人就感冒了 先从鼻子开始有一种溺水的感觉 接着就来到了喉咙 所以就是今天大家听到我这种 很沙哑的声音 我可不敢说是什么有词性呢 根本就是沙哑的破落嗓子的声音啊 不过呢 今天早上我在做完快筛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我已经去诊所 请医生帮我打针 然后我又吃了药 因为接下来呢 有一系列卫星书宣传的活动啊 我总不能用这样子的声音 和这样子的面貌去见人吧 所以虽然平常也不爱吃药 不爱打针 可是没办法 还是得这么做啊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非常奇特的天气里面呢 各位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注意 穿衣服脱衣服 就是洋葱穿法 可能是最适合的吧 像今天就明显 比昨天要量蛮多的 那明天礼拜六呢 据说就是这几天的温度最低的时候 它的高温也不到20度 那低温就十几度 真的是挺凉的 所以请大家好好的照顾自己咯 在你出国旅行的时候 你最怕碰到的是什么 当然很多事情都很怕碰到啦 但如果呢 你在旅途之中呢 遇到一些旅客 他们做出一些让人不太舒服的行为的时候 那真的是一件蛮讨人厌的事情啊 比方说我这次在飞机上面 就遇到有这个家长带着小孩坐飞机 那我们坐下的时候就发现说 Oh my god 就在我前面一排 就有一个很小 大概差不多一岁半到两岁的孩子 他从一上飞机开始 就不停地拉开了他的嗓门 大声地哭 哭到 因为你知道飞机它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密闭式的空间 所以那个哭声就是无尽的回旋 我觉得每个人都觉得震耳欲聋 我看到我旁边有些直接用双手把耳朵给捂起来 真的很痛苦 但过不了多久之后呢 他们的另外一个孩子就开始用力地去蹬那个脚踏垫 他蹬到他虽然是在蹬脚踏垫 但连我们坐在他后面这一排都感觉到那个震动 那个震动是没有停下来的一种震动 说真的遇到这种情况 心里面是百感交集的 一方面呢 就是他确实让你不太舒服 另外一方面告诉自己说 他就是小孩子啊 不然你要怎样 现在小孩已经这么少了 你还这么没有包容力 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空间里面 确实是一件压力蛮大的事情 我只能说是压力蛮大的事 所以可能家长要带比较小的孩子 出国旅行的时候要有一些策略 比方说如何安抚他的情绪啊 带足够的玩具啊 或者是一些食物啊 或者他喜欢的什么东西 可以安抚他 又或者是想办法让他在上飞机之前 吃的饱饱的 上了飞机之后他就睡着了 那这是最美好的时光啊 好所以这个是在旅行的时候 有时候会遇到的一些令人觉得有点烦的事情啊 那有一位旅游作家呢 他是943啊 那他就说他有跟媒体分享 亲身经历过一些旅客的NG的行为啊 因为大家都发现在解封之后呢 很多旅客出国 比方说到日本拉面店用餐啊 六个人六吃三碗拉面等等之类的啊 或者是旅客参加希腊的团体游程 结果跟团员抢房间等等 那943就说他在机场曾经遇到亚洲游客 看他坐的沙发隔壁呢 有一人空间就直接用臀部撞过来 把他挤到旁边去啊 让自己的那个亚洲乘客呢 亚洲游客可以跟他已经成年的儿子坐在一起 其实你稍微问一下就好了 何必用这么粗暴的方式对不对 那943也表示说 他在维也纳厅歌剧的时候呢 被也是买站票的德与欧洲的游客应挤 那个人把他站的位置抢走了 然后还说是他抢了位置 旁边的民众呢也帮忙叫驱 但是对方依然不理 让他只好站在后面伸长的脖子看歌剧 943指出曾经在台湾的书店 看到东南亚华人年轻游客 一直开关厕所门 进进出出 为的是要玩自动掀盖马桶 也有听日本翻译说 东南亚华人旅行团 会拿走公厕的卷筒卫生纸 或者是呢 把餐厅桌上的腌制的配菜打包带走等等之类 是怎样是一种不要浪费吗 943呼吁说民众出国不但要尊重当地的习俗 也要遵守礼节 维持台湾的形象 例如自驾开车的时候呢 不要抢快 而且应该要礼让行人 在许多行人优先的国家呢 如果不礼让行人 很容易会发生车祸的 不但惹上麻烦 而且可能也会被罚款 943也提到说 虽然遇到的日本九州业者 特别表示台湾人呢 已经比其他国家的游客 更遵守温泉礼节了 但是既然温泉礼仪 是可以学习遵守的 那么礼让行人呢 应该也不难办到 943提醒呢 以旅客最爱去的日本为例 日本大众运输上 日本乘客呢 都是用手机发图文讯息 也要小心哦 就是不要发出铃声 或者是观看影片的声音 建议最好把它切换成为静音 不少人呢 常常啊不小心 一兴奋呢 就开始大声的交谈 虽然也常常遇到 其他国家的游客高声谈笑 但是这样的行为呢 我们还是要稍微解制一下 尽量避免 943指出呢 其他很容易触犯的禁忌 还有日本住房 还有餐厅 都是算人头的 订双人房 就不要入住三个人 几个人用餐 就要点几人份 拍摄店内的店家内部呢 最好先征求同意 总而言之 遵守礼节是很重要的事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 您的注定 您的注定 可以 帮助 一顿 的 一顿 这是 都吃了 这个 我们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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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这人真奇怪,都已经回台湾了,又要去泰国 对,围中是这样子的,有几个旅行的阶段 曾经有一段时间超爱日本的 后来就搬到日本去住了 然后呢,住了几年 其实早期最爱香港 早期最爱香港是不是 我大学的时候很爱香港,几乎每一年都去香港 然后才是日本 然后呢,住到了日本之后呢 又喜欢了韩国 于是就常常去韩国 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韩国不知不觉走入了冷宫 于是现在呢 最受宠的叫做泰国 泰国 对对对 就连回台湾也不放过 还是要去泰连 是不是 当然啦 你看我从东京飞 我从东京飞曼谷要飞六个多小时 哦,真的哦 那从台北呢 我从台北飞只要三三 不到四个小时 哦,了解 OK 好啊 那不如我们就先从你这一次的泰国行开始说起吧 这个时候春天去泰国 是一个合适的旅游的时机吗 比方说会雨比较多吗 没差 反正都是四季如下啊 四季如下 真的吗 都完全没差 只有一个时节有差 就是12月 哦 对,因为刚好我去年12月不小心 年底的时候去了一次 什么不小心 根本就是时时刻刻都想 每个季节都去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如果你怕热的话 是推荐你 12月 就他们的所谓的凉季 哦 哎,我那个时候才知道 你以为就泰国永远穿短袖就可以了 不 事实上你12月 12月下旬去的时候啊 早上啊 大概7点多的时候 其实只有17度耶 哇,那不是很舒服吗 所以其实是冷的时候 是还是需要穿到长袖 薄的衬衫之类的 对,了解 那一下子突然间中午就会到35度 哇,这个温差很大耶 对啊 好,那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次春季的泰国的旅行 你依然是待在,毫无悬念的待在曼谷吗? 哦,我这一次比较不一样了 嗯 我这一次呢 终于踏出了曼谷 到了清迈 到了清迈 到了邓丽君最后的地方 我跟你说 你真的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不是 只有我这个 只有我这个世代以后的 就是40岁以后的人才会想到清迈 就是想到邓丽君 是不是 哦,之后的人就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了 对不对 没有,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我这一次算是第一次 因为以前都是人家听人家说清迈很棒嘛 对 比较很适合 像以前邓丽君住在那边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他不是有汽船吗 嗯 所以他说那个清迈的空气啊 都很棒嘛 对,所以都 哎,就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哦 所以呢 这一次就特别去到了清迈 OK 那我们就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清迈真的就是一个四季乳春的地方嘛 空气很好吗 其实它还是有点热啦 但是比起曼谷来说 已经算是凉爽了 不过呢 清迈去的时候的空气好不好 取决于现在的季节 为什么呢 是因为呢 来自中国的这个什么 P2 2.5 PM 2.5是不是 嗯嗯嗯 空气污染会从大陆那边 嗯吹下来 哎,怎么会这样啊 我去釜山的时候 他们也这么说耶 中国这是个强国是吧 全世界都有它的外销 对,他觉得全世界都是它的 因为它 你看它所有的污 这个空气污染都会吹到全世界 真的耶 它大嘛,没办法了 好,了解了解 所以就是说我这个季节 我2月份去的时候 刚好就是好像是空气 没有那么的好啦 但是好像其他季节的话 会稍微好一点 不过大体而言 其实就是比曼谷好 然后我觉得就是曼谷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繁忙的大都会 那到了青麦呢 其实它就真的是一个 完全步调放慢的地方 所以呢 我觉得去青麦一个最 最适合的玩法 就是说 你根本就不要带任何的目的 像老师就喜欢吃东西 然后呢 随意走走 那走累了 我们就找个咖啡馆 继续吃东西 对对对 做完了 休息完了之后呢 再想一想晚上要吃什么 这样子 那下午呢 累的话呢 没关系就去做个脚底按摩 或做个SPA 就是这样子的生活 早上呢 你还可以选不同的地方 那边有很多开瑜伽课 专门给外国人 就是早上上瑜伽的地方 是 对所以是非常的悠闲的一个步骤 所以它整个是一个很疗愈的地方 就是让你去放松 然后让你的身心灵 没有压力 是这样的地方 没有什么景点可以看吗 有有有 要景点也是有景点 因为其实青麦算是一个古城 哦 对比起这个曼谷来说 它可能有更悠久的历史 所以呢 我们去青麦玩的时候 主要呢 它有一个旧城区 旧城区它就是有一个四方形 正方形的一个老城墙 留下来一个青皮的老城墙 有几个城门还是完好如初的 那这个主要的热闹的地方 最热闹的地方 其实都是在这个 算是这个范围没有很大的一个 正方形的旧城区当中 所以其实这个旧城区啊 你从每一个城门东西南北这样走的话 大概30分钟左右 就可以从一个门走到另外一个门 那所有的最有名的咖啡馆啊 最有名的店啊 其实都集中在这个旧城区 所以你几乎啊 不需要任何的交通工具 就可以在用散步的方式 可以把青麦玩得很彻底 因为我以前去泰国的时候 我就有去过曼谷 然后去那个帕塔亚 那帕塔亚就是一个非常观光客的一个海边嘛 那以前曾经有导游朋友 Teresa嘛 就跟我说老师 其实你蛮适合去普吉岛 那普吉岛它就是一个岛嘛 它是一个海岛嘛 对 对不对 那像你这一次去的青麦 它也是一个海岛嘛 还是它是一个海滩 它算是一个山城 哦 它是山城 它不是在海边嘛 它不是在海边 所以呢 它有一些景点 有一些有名的寺庙 它是在半山腰上的 就是要搭车上去 所以呢 到了这个山上的话 就是可以看到 当然就是跟都会不一样的风景哦 嗯 嗯 了解 那它当地的食物呢 它当地的食物也会是 像曼谷这样子的食物吗 它的食物的风味如何 哦 基本上当然还是泰国料理 但是呢 它边边属于台北哦 所以台北有一些台北 独自的一些 用它的调味料去做出来的 风格的菜色 那最有名的是一个叫做 烤索 烤索就是一个咖喱 它算是咖喱面啦 嗯 然后咖喱面当中 它会放一个很大块的鸡腿 哦 哦 这他们的特色 就是烤索 你就可以吃这个 咖喱 咖喱面 泰式咖喱面 非常好吃 嗯 嗯嗯 了解 那请问一下你在曼谷这次除了去清迈之外 你觉得你这次去曼谷还有什么看到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景点 或者是一些不一样的建筑啊 不一样的一些呃 比较适合观光客的地方可以跟我们介绍吗 其实景点大部分我们其实之前都有聊过了嘛 嗯 就是如果你不是对于这个 因为这次去的 我跟我一起去的朋友 他过去都没有去过曼谷的一些有名的寺庙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些呃历史建筑是有兴趣的话呢 还是推荐 比如说比方说像这个卧佛寺这样子的地方啊 嗯嗯 那如果你已经走过这些历史 景点之外呢 我觉得还蛮推荐 比方说可以找这个招批爷河畔啊 去选一间这个河岸餐厅啊 那就可以在晚上的时候 傍晚的时候啊 呃 对着这个有一个地方有个景点叫做郑王庙 嗯 然后又又 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破晓 黎明寺啊 日本人给他取的名字叫黎明寺 那这个郑王庙呢 他刚好在招批爷河的对岸 所以呢 我会建议大家选这个郑王庙的对岸啊 啊 然后去挑一间啊 这个河岸餐厅 那就可以趁着傍晚的时候呢 啊 坐在这个餐厅 然后一直等这个夜幕低垂 看着对面的这个郑王庙 从黄昏 我觉得那个郑王庙应该是我 应该算是我曼谷当中 我最喜欢的一个寺庙 嗯 因为它随着天光时间的不同啊 那它的这个颜色也就不一样 比方说黄昏的光芒会打到这个寺庙上面 到了晚上 它又会打光 就变成金色的一座寺庙 哦 了解 对 OK 好 所以这一次呢 呃 韦中在回来台湾的时候 又安排了一段 两个礼拜是不是 两个礼拜的时间啊 去到了泰国 也大概跟我们讲了一下 自己去到清迈这个山城的感觉啊 以及 呃 又再次帮我们推荐了 在曼谷旅行的话呢 郑王庙是可以去的 我以前呢 去曼谷旅行的时候 曾经吃过一种非常好吃的 香蕉煎饼 上面淋了厚厚的莲汝 你有没有吃到 对对对对 他们所有的香蕉的这个制品都很好 但我更喜欢的是 比这个煎饼我更喜欢是炸香蕉 啊 炸香蕉也真的超好吃的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再继续聊聊这些罪恶的甜点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先听到的这首韩文歌曲是《樱花结局》 这是Busker Busker所演唱的 今天来到我们第一个小时 跟我们连线的这位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一位居日作家 大家都相当熟悉的畅销说作家张维忠 那维忠的日前出了他的新书 《东京男子不屋》 有故事的空间 43个不安于事的美感备忘录 是一本充满了情感的对于身边物件的一种深情凝视的书写 那目前呢 他已经结束了在台北的行程 而又回到了东京的家 那今天跟维忠脸线要聊一聊 他上次回来台北的时候 中间竟然变心了 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跑去了泰国 离开了台湾 我们刚刚讲到一些关于甜点嘛 那我对于泰国的甜点的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有吃过他们那种所谓王室 皇室吃的甜点 它是做成小小的各种颜色 非常缤纷的水果的形状 然后咬下去就它里面都是 那个绿豆沙的内馅 非常的好吃 那维忠观察我们也讲到跟香蕉有关的甜点 炸香蕉 对炸香蕉 那个也是泰国他们的市场里面都有卖的 对不对 几乎在很多这种路边摊 你都可以看到有卖 百货公司楼下现在也会有卖 但是就是说 这个炸香蕉啊 它好吃的时候一定要是取决于 就是说它是不是刚炸起来的 其实有一些百货公司楼下 它卖的就已经炸好放在那边的 那种东西就是炸过 它放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容易出油 对 那就一方面就比较油 然后二方面就是它比较不热 所以没那么好吃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反而是在那个 就是路边谈 看到有人在推这个 卖炸香蕉的这些小贩 他们炸出来的反而是最好吃的 因为就是热腾腾的 嗯 没错没错 好 你吃的炸香蕉上面有那个鲜 不是有炼乳或者是什么 之类的吗 它那个不会加炼乳 你说的 你说的那个 你吃的那种香蕉饼 对不对 它是外面有 外面有饼这样就包起来 对 那个它就会加炼乳 那我那个它就是完全 只有裹粉去炸 嗯 嗯 了解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去到一个地方旅行 如果能够吃到它的甜点的话 那真的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感觉了 是 没错 这次我还有去清卖的时候 我们特别 我的旅伴就挑了一间 那个泰国 泰式传统的下午茶店 茶店 它卖的这些完全就是手工的这种泰式甜点 那每一个甜点都非常的可爱 它不是老师说的那种水果的那一个形式 它是另外一种 它比较像是吃起来口感有点像是 呃 娘惹糕或者是就是比较像糕状的 所以你吃下去呢 就是比较 呃 咬下去比较粘 粘密的那种 嗯 糯米做成的 是 那那个大部分所有的 他们这种糕点都会混入这种椰汁椰浆 啊 所以有带一点椰子味 那如果你喜欢椰子的话 那就特别喜欢 嗯 那最可爱的是它每一种甜点 它都把它捏成很漂亮的形状啊 比方说有些是花的形状 或者是在这个呃 甜点上面去捏住很多很漂亮的皱褶纹路 所以每一个 它整个摆起来就真的好像一盆花一样漂亮 嗯 哇 这个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好 非常羡慕 像我这次去 呃 釜山 我们就没有吃到什么甜点 你以前去韩国有没有吃到甜点 其实韩国甜点我觉得它的精致度是没办法跟比方说像日本的比的哦 是 比方说上次我去年九月十月九月去了一趟韩国首饵的时候我才赫然发现就是找不到便利商店找不到布丁这件事情 嗯对没错 但我很差很弱势啊 真的哦 甜点我觉得我想想看哦 哦 哦 是吗 也是吃起来有点像是 有一点点像娘耳膏那种 但是比娘耳膏更硬 哦 对对对 他们也有一些类似这种 就是那种就是真的会在传统 也是以前宫廷出来的 然后现在会拿来就是 祭祀啊 或者是有重要节庆的时候吃的 OK 所以回忠你除了去 你去了韩国好几次 但除了去首尔之外 你有去过釜山 或是其他地方吗 我一直想去釜山 但没有去 但是首尔之外 我只去了济州岛而已 啊 你去过济州岛 OK 那我要特别跟你推荐釜釜山 我觉得釜山 因为大概四年前 就是那时候19年 还没有开始疫情的时候 我有跟旅办一块去了 首尔跟釜山 后来我们一致推崇釜 我们觉得釜山好像比首尔更好玩 那釜山它是一个蛮亲切 热情的一个城市 那里的人呢都很客气 不管你通不通韩文 它都对你很客气 而且他们的地铁站里面 都有很多中文 甚至于不可思议的是 还有繁体中文跟简体中文 对 所以我觉得觉得去那边 就算你的韩文不行 但是也可以玩得还蛮不错的 那再来就是釜山 其实是一个靠海的地方 其实它有很多海岸风光 像海云台当然就不用讲了 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是世界级的美景 它那一大片的沙滩 然后沙滩的岸上就立刻拔地而起 就盖了那种非常非常高的高楼 就感觉有点像你最爱的香港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呢 那海的中间呢 还有那种大型的雕像 整个感觉很像是在拍那种什么 未来的那种电影的感觉 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那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是在沙滩上面买了一包虾味仙 在那里尽情地喂海鸥 很多的海鸥成千上百 就是飞过来吃你手上的虾味仙 那种感觉很梦幻 但是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很可惜 就是一只海鸥都没有看到 但是那个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那个场景还是非常非常的美 然后我觉得最令我感动的是 那比较会韩文的朋友导游朋友 带着我们去一个叫做太宗台的地方 那他应该是某一个韩国的 哪一个国君以前的 可能他的纪念或者他的陵墓之类的 那个台不是重点 重点是从那里可以通往一个海边的 一个美食区 那个整条海岸旁边全部都是棚子 里面有好多的营墓 很多的阿珠玛在里面 他们做什么呢 烤贝壳给我们吃 烤扇贝 然后他很豪气哦 你一坐下来 他就先一人送你一碗淡菜汤 而且是大碗哦 不是小碗哦 然后等你喝完了之后呢 他就让你点有几种套餐 你要点哪一种 你就按照你的人数的多寡 然后你就点你觉得合适的 他就有烤扇贝啊 然后还有烤鲍鱼啊 都非常好吃 而且阿珠玛就是那种 帮你烤一烤之后就说 那接下来炒饭送你 什么送你 什么送你 那种不用收钱 好害怕 真的很害怕 我就觉得 哇 这个就是釜山人的精神 然后东西就是好吃 非常的新鲜 因为其实我平常不爱吃 贝类的 可是我完全被他那个海边的烤贝壳给收服了 然后我跟你讲最浪漫的是什么 我们终于去到了在一大牌的樱花树的围绕之下的那个所谓步障马车 就是我们的小吃摊啦 它不是都是用那个帐篷围起来吗 有个很浪漫的名字叫做步障马车 首尔有没有这个啊 有 但比较少 对 那个釜山那边还蛮多的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樱花盛开的步障马车里面吃 贵得要命又吃不饱的 很贵是不是 它是卖给观光客吗 不是后来我们才知道通常大家是吃饱饭了去那边点两样菜喝个酒 那我们傻傻乎乎的我们是要去那里吃晚餐 你知道吗 随便一个什么炒蛋就是两万元日币 随便炒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两万元日币 就像稀里呼噜 我们就吃了好多钱呢 十几万日币 不是日币讲错了 韩币 你这一趟去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比你之前疫情前物价有上涨 哦 上涨很多耶 我觉得 对不对 我觉得我去年九月那一趟去 首尾也觉得很多东西都变好贵哦 是啊 没错 嗯嗯嗯 所以就被他那个两万韩币 两万韩币有点吓到了你知道吗 就觉得哇 后来没有吃饱之后怎么办 回到我们住的地方还买了饭团跟泡面 泡面是吧 对 这是什么回事啊 好了 这就是我们韩国之行 好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这是苏打绿所演唱的天天晴郎 中断剧场无聊喜马 三场没有人在身旁 一条孤单的走廊 一条孤单的走廊 会走到什么地方 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穷藏 那山顶上的光 好想要带领我飞翔 带我飞翔 打马去的一道桥 泪眼开了一扇窗 乌云的背后 乌云的背后 换身出了太阳 你的心蔚蓝的 温暖的透出了光芒 宇宙里映落的 失踪的天时有歌唱 月光找到了海洋 生命找来了时光 在荒唐将黑夜都遗忘 你所搭乘的是 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今天跟我们连线的 是居日作家张伟忠 伟忠曾经在上个月的节目中 分享了他的新书 东京男子部屋 有故事的空间 43个不安于事的 美感备忘录 目前他已经结束了 台北的行程而回 回到了东京 也跟我们分享了 他去泰国旅行的一些经验 等等的 南安为中 连假期间 你都在忙什么呢 连假期 我没有连假 对啊 你没有连假 不过 我还是有周末假期的 我的休闲活动呢 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老师的新书 日程一拜 看完了 你是看电子书 对不对 对 在这里啊 慎重的推荐 因为我知道听 这个 广播的朋友 很多时候后来才听 YouTube的海外的读者 我其实有一些读者 是透过了你这个广播 就是放在YouTube之后 然后才认识我是谁 真的哦 然后才 对对对 才来我的 IG啊 脸书留言的 他们其实都住在 比方说是马来西亚啊 或者是欧洲 这样子啊 所以呢 我非常推荐 就是说 现在电子书 真的越来越进步发达了 以前呢 我记得我们出书的时候 电子书还不是很流行 那后来呢 有电子书也通常都是要等到 这个实体书出版一个月以后 电子书才会上市 没错 但现在出版社的脚步 也非常的快哦 几乎是同步 电子书就发行了 对 所以非常推荐 像我这样住在海外的读者 如果想要看 像曼娟老师的新书 自成一派啊 或者是你喜欢的作家 其实现在都可以 直接上这个电子书 同时同步就可以买到新书 可以看了 所以我就在这个 这几天 周末假期的时候 看完了老师的新书 自成一派 然后我要特别 我要特别推荐一下 就是说 这个买实体书 当然有实体书的好处 对不对 因为可能 有些读者有抢到老师的签名书 对 老师对 你的签名书是 一天就全部卖完了 不是不是 是在网路上卖的卖完了 实体书还是有 还有极少数的 还是有极少数的 但是好像现在也卖完了 对对对 现在也卖完了 因为我朋友去买 就说他在这个书店 成品书店 抢到最后一本 好紧张啊 最后一本 被翻了有点 有点这个 历史时间的痕迹 真的吗 但是 至少还是有你签名的 买到还是很开心 好感动哦 感谢感谢 电子书 电子书虽然没办法有签名书 不过呢 这次好像老师的电子书 有个非常特别的 一个彩蛋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呢 我有为 电子书的朋友们 录了一段 关于为什么我写这本书 的一些想法 以及曾经发生过的 一些故事 这样子 对 然后我本来以为 因为那个 我在网路书店 看的时候 电子书 书店看的 以为 就是说老师是 他写的是朗读 朗读这个 我以为就是说老师 把这个序的部分 就是朗读一次 结果发现 听了以后 非常的惊喜 真的是彩蛋 因为 其实并不是朗读 是真的老师 就是用 像是陆广播聊天的方式 去讲了他 不是他 就是你 讲了你 讲了你 写这本书的一些 辛努历程 我觉得 听了让我觉得很感动 然后再回头 其实我是 首先先忍不住 先听了那个 有声书的部分 再回头来看书 就觉得哇 先听了 然后再去看 就觉得 先被你的这个声音 跟你讲的这个 你讲的非常有感情 而感动 然后再开始看这个书 就更有感觉 等一下 吓我一跳呢 我本来以为 那怎么说 我以为他们会把 这个音频的部分 放在最前面 所以我是把它 当成一个导读来讲的 就原来是放在最后面 就对了是吗 没差啊 反正我们都会先听的 不是吗 那我就放心了 基本上 基本上我相信 买电子书的人 都跟我一样 他就想说 居然是这个 这个特点 就是说 特别附赠 我已经就先听他了 刚好听完这个 再去翻这个书 我觉得刚刚好 对啊 应该是这样子 对对 然后我觉得啊 看完老师这个书啊 就是有很多的感触 首先就是我一直觉得 就是说 老师 把这个中年觉醒三部曲 我被中人 以我之名 自成一派 这三本书 写完了以后 对于我们这些 后辈 晚辈来说啊 会有一个很棒的一个 吃了一个安心晚的感觉 嗯 因为比方说 像我这种年纪 做事忘物嘛 对不对 对 那接下来可能会要面对的人生的一些问题 包括家庭的一些变化 嗯 那父母亲的一些 啊 年纪见长了以后 你可能未来要面对的事情 有时候呢 你可能就是 不愿意去想 或者是呢 你装作没这件事情 因为你知道你想就越来越 越来越复杂 嗯 那有一些像我在同年龄的一些 啊 朋友已经开始面对到 妈妈或者是爸爸身体有状况的 也看到他们 有在他们脸书去分享 他们开始去照顾他们的 在40大概 4546岁就已经开始要照顾生病的妈妈 对 就非常辛苦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我们会要碰到的 但是我们有一点 啊 不愿意去面对也好 或者是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 但是看完了 老师的一些书 包括了 最新的一本这种自成一派 里头的内容 我们就会觉得说 啊 至少有一个前辈 他曾经走过了这样子一段路 然后告诉我们 就是说 啊 会面对一样 你可能会面对到什么样子的一个 挫折或者是心境 那我们就好像 吃了一颗定心丸 啊 至少就是说 不用害怕 不是孤独的 就有人 有老师 曾经经历过 或者是像是老师的 一些读者也会回馈给你啊 就是照顾者的心情 对 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一个前面的长辈 在你的耳边告诉你 就是接下来 啊 你应该怎么去做 那可能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但至少会有一个比较安心的感觉 嗯 我知道那种感觉 就像打疫苗 对不对 哈哈 你说的很实际 先打一个疫苗 这样以后真的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就比较不会那么手足无措吧 因为我其实常常觉得 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之中 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学到 比方说怎么做父母亲 没有学过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当成年人 没有学过 然后老是什么 没有学过 怎么样照顾 不管照顾小孩子 照顾老人 没有学过 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人生里面 非常重要的部分 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学过 对 所以我想说 如果借由这本书 然后用我自己的 抒情跟叙事的方式 或风格 能够让大家听得进去的话 那也许能够获得一点安慰 也是挺不错的 对 而且其实我一直在看老师的书 还有包括当然我也认识老师 所以其实我一直对于老师 成为这个年纪的大人 嗯 是我觉得未来 如果到了老师这个年纪 的时候是我非常期望 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一种性格 那种性格是什么 就是有一种不运不活的性格 嗯 就是你好像看很多事情 或者是你面对很多 很紧急的状况 虽然你内心可能会有一点 在在面对的时候 也是会有守足无措的时候 可是你很快可以拉到一个 比较理智的 的 的这个部分 然后去把它慢慢的慢慢的 有条不紊的处理好 那我甚至看不到 你有暴怒生气的时候 当然也会有 但是其实你都可以很妥善的把它去解决掉 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自成一派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哇 如果就是说我们未来可以变成这样子的大人 然后抱着一种知足跟感谢的这种心境 我觉得很多在人生当中碰到的不愉快 或者是你可能过去觉得为什么不公平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想要去比较的心态 都可以比较能够化解看来 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人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 然后 然后外面会给你带来最大的困扰 其实就是人际关系 对对对对 就是怎么样把自己内在摆平 怎么样在人际关系之中可以进退自如 或者你觉得进去很辛苦 那你就不要进去你也不会觉得很孤独 我觉得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生命状态 像我在写这书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直面直逼自己的内在 我就是一个有色恐症的人啊 我就是一个朋友不多的人啊 但是我仔细想一想 如果你硬是要逼着我去认识很多的朋友 去热络参加社交圈 我并不会比较高兴啊 那我为什么要一定要去勉强自己呢 我就做我自己不行吗 我做我自己 我还是可以有我自己的社交圈啊 虽然生药圈很小 我还是可以有理解我喜欢我的朋友啊 虽然也不多 但是对我来讲就够了 对我觉得老师在看完 我在看这个自成一拜看完之后 觉得就是我刚刚说到你这种 让人家期望会变成这样的性格的大人 一个很重要的性格特质 就是基本上你是一个很知足的人 嗯这是真的 你会觉得你会觉得就是说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这些就很好 而且你不会去比较 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就像我们这种同辈的年龄层的人 还是有很多人的性格是很爱比较的 包括老师文章当中提到这种社交软体上面 他觉得好像别人都过得比我好 对 对不对 这是现代人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是很大痛苦 对不对 如果你对你自己没有自信 你不知道你自己喜欢的 要的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好像不由自主的去羡慕别人 羡慕我觉得还OK 但是你一旦有了比较 有了嫉妒的时候 你就会有很多不满 你就开始会有抱怨 对 那就我认识的老师跟看完自成一派 我会觉得说老师就是 是一个 他 你比较不会 你不会少有抱怨 你不会是一个很会抱怨什么不公平的人 嗯 那这个部分是让我觉得就是说 就像你说的 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 我们觉得世界不公平 并不是因为世界亏待了我们 而是我们科普了自己 这样子的感觉 对啊 非常感谢维中 谢谢你 我们就等待下一个月的时候 我们再来聊一些不同的话题咯 好啊 谢谢你今天跟我们连线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沐红为所演唱 慢慢喜欢你 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们一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